南丹半决赛林高远打疯了 11比1机会老将刘丁硕 与樊振东毁师决赛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林高远与刘丁硕的比赛 两个人的实力都非常强 双方都是老将 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赛一开始 刘丁硕快速进入状态 率先以3比0开局 林高远有点没有适应对方 频繁出现失误 刘丁硕很快将比分扩大到8比1 林高远着急追赶 比分无尾失误增多 刘丁硕非常轻松的 以11比2拿下首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 林高远调整状态 率先以2比1开局 这局刘丁硕的状态不是很好 对于林高远的进攻 有点招架不住 林高远很快将比分扩大到6比3 刘丁硕不甘落后 将比分追得非常紧 双方展开长时间的相吃 林高远率先拿到局点 最终刘丁硕回球失误 林高远以11比7扳回一局 第三局比赛 刘丁硕加强自己的前三板质量 率先取得4比2的领先 这一局林高远打得非常主动 一只占据主动权 刘丁硕的正反手 衔接出现失误 林高远率先拿到局点 随后双方静长时间的相吃 林高远顶住压力 以11比5拿下第三局比赛 第四局比赛 林高远开局就取得5比1的领先 对林高远的进攻 刘丁硕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一直被压着他 林高远很快将比分扩大到9比1 关键时刻林高远果断出手 以11比1拿下第四局比赛 比赛来到决胜局 林高远开局就占据主动权 率先以4比1开局 刘丁硕被连续的压制之后 开始出现失误 林高远加强自己的进攻 怎么打怎么有 很快将比分扩大到7比1 林高远打得非常凶猛 直接全方面压制 刘丁硕频繁出现失误 林高远率先拿到局点 最终刘丁硕接球失误 林高远以11比3 拿下决胜局的比赛 成功进入决赛 与樊振东争夺男当冠军